脚诏当场负政大臣,又减除宗室,杨坚改朝换代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显。 这些做法引起了北州元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。 一时间,三个既有实力又有资历的老臣向杨坚发难了。 那么面对北州元老大臣的反对,杨坚将要如何解决呢?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大随风云》上复第八集,曾叛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坚当上负政大臣之后,一方面稳定朝廷,一方面铲除北州宗室,改朝换代的步伐越走越快。 看起来,北州变天的日子不远。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就在杨坚梦想着改朝换代之际,北州的元老大臣不干。 他们在地方纷纷起兵,将杨坚发难,那么杨坚将如何解决这个麻烦呢?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大随风云》上部第八集,三方叛乱。 前面咱们讲过,周宣帝暴崩,杨坚凭借国障的身份,在流仿正义的推带之下,缴诏辅正,准备改朝换代。 那他们这么一搞呢,马上北州的一些元老大臣不干了。 元老大臣为什么不干? 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忠实于北州,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机,改朝换代的事情太多了,谁也没有这么死心眼儿。 问题是,就算北州气数已尽,要改朝换代,那也轮不上他杨坚呢。 杨坚是什么呀?又没有武装,又没有地盘,就凭借他国障的身份,就凭借周宣帝死的时候,他恰好在京师,他就想改朝换代。 这也太便宜他了吧。 所以呢,就在杨坚升任大丞相之后,马上有三个既有实力又有资历的这个老臣呢,就发作了。 那三个老臣,是北州的三个总管,所谓总管,就是大军区司令。 到底是谁呢? 第一个,向州总管玉池炯,向州总管府的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临章。 那第二个,是云州总管司马骁南,云州总管府治所在今天湖北的安务。 第三个,云州总管绑签,云州总管府治所在今天四川的成都。 为什么这三个总管格外跟杨坚过不去? 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。 先看第一个,玉池炯。 玉池炯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,那是杨坚父亲一辈的人。 他身份特殊在哪儿呢? 他有两个身份非常重要。 第一重身份,他是北州的实际开创者,宇文泰的外甥。 而且,他从小父亲去世,就是在宇文泰家长大。 这是第一重身份。 第二重身份,玉池炯啊,还是周宣帝的爷爷丈人。 这是怎么回事儿? 我们讲杨坚是周宣帝的丈人,是因为周宣帝娶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。 但是我们也说过,周宣帝不是有五个皇后吗? 大皇后是杨丽华,五皇后玉池是,那是玉池炯的孙女。 所以,玉池炯,那应该是周宣帝的爷爷丈人。 那又是外甥,又是爷爷丈人,综合起来考量,这个玉池炯啊,跟北州的关系比杨坚还亲呢。 他怎么能够允许现在杨坚成了北州的管家了呢? 这是第一个玉池炯。 再看第二个,司马骁难。 云州总管司马骁难是何须人呢? 这个人也是有来头的。 他是谁呢? 他是北州的当朝皇帝,周靖帝的岳父。 杨坚是太上皇宣帝的岳父。 他是宣帝的儿子,当朝小皇帝,周靖帝的岳父。 周靖帝七岁的时候,就娶了司马骁难的女儿,司马氏当皇后。 按照这个司马骁难的想法,就算是要篡权,也得我这个当朝国障来篡。 怎么轮得到你前朝国障? 这是司马骁难。 那再来看,王谦是什么人呢? 亦州总管王谦呢,他不一样。 他倒不是哪个皇帝的老丈人。 但是呢,他跟北州的感情特别深。 为什么呢? 他的爸爸王雄是当年西位的十二大将军之一,又是北州的著名烈士。 王谦是凭借烈士子弟的身份,才升任义州大总管的。 所以啊,他觉得自己是誓受国恩,一定要尽忠报国。 因此呢,他对北州有感情,也不能够容许阳间谋权篡位。 那这三个总管又有实权,又不满,阳间谋权篡位,怎么办? 那就舍得一身寡,敢把阳间拉下马吧。 一定要清军策了。 一定要清军策,要起兵反叛。 那总得有一个先后顺序啊。 最先反叛的是谁呢? 最先反叛的就是向州总管玉池炯。 为什么是玉池炯? 那两方面的因素。 第一方面的因素,玉池炯这个人呢,实力强。 因此野心也就格外的大。 换句话说,他也惦记着北州的权力了。 不能什么都便宜都让阳间老叨。 这是第一个因素。 第二个因素,也正因为他实力强。 所以阳间呢,也是最先拿他开刀的。 怎么回事? 我们一个一个的看。 先看,玉池炯有什么实力啊? 玉池炯我们刚才说了, 他是向州总管,除此之外,他还是蜀国公。 那可能有人说阳间还是隋国公呢? 这不是差不多吗? 问题是,阳间这隋国公, 是从他爸爸阳中那儿继承来的。 而人家玉池炯这个蜀国公, 是凭借自己征服蜀地打出来的。 这份量不一样。 另外呢,我们也知道,所谓蜀在哪儿啊? 四川盆地嘛。 自古以来,四川盆地就是关中平原的后院。 关中平原什么时候拥有了四川盆地这个后院, 那才是静可攻退可守,实力才强。 反之,如果没有四川盆地做支撑的话, 关中平原的政治优势就没有那么大。 那换句话说,人家玉池炯能够征服蜀地, 把蜀地纳入北州的版图, 是对北州做了重大贡献的。 那这个蜀国公的位置不一般, 不是杨坚比得了的。 事实上,在北州的所有总管之中, 向州总管也是实力最强的。 给他配备的军事力量最好, 地盘也大。 那这样一来, 玉池炯当然就是有实力了。 有实力就难免有非分之想。 怎么表现出来的? 自治通鉴呢,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。 说杨坚不是在5月22日, 给这个周宣帝发丧的吗? 那么地方都要举哀啊。 当时呢, 正好有一个中央的特派员, 就是巡视员, 叫杨上熙, 就赶到向州了。 那当然就和玉池炯一块, 给这个宣帝举哀。 可是举哀完毕之后呢, 杨上熙一天都没待, 连夜就从向州跑了。 为什么杨上熙跑啊? 他自己解释, 说我观察了, 在举哀的时候啊, 玉池宫哭得一点都不伤心, 这分明是假哭。 而且呢, 他一边哭啊, 一边还眼珠子四下乱转。 我感觉他有心事, 有什么心事呢? 我认为他恐怕是图谋不轨。 那如果我在这儿待下去的话, 我怀疑我害怕自己被卷入不法事件之中, 所以我还不如连夜跑了。 那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, 周轩帝死后, 这个玉池炯啊, 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显身手。 可是现在杨坚先当了这个大丞相了, 他能服气吗? 这是第一个原因, 他要起病。 第二个, 我们再看什么叫杨坚拿他开刀啊? 杨坚不是5月25日当上的左大丞相吗? 他知道, 肯定有人对自己不服气。 那在所有可能对自己不服气的人里, 杨坚最怕最怕的就是这个玉池炯啊。 怕他怎么办呢? 杨坚思来想去啊, 觉得玉池炯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圣油的灯, 自己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吗? 怎么叫先下手为强? 5月25日杨坚当上的左大丞相, 5月27日他就以皇帝的名义征召玉池炯入朝, 来参加周宣帝的葬礼。 同时呢, 他就让一个和玉池炯年龄资历相当的老将伟孝宽去到向州去。 干什么? 接替玉池炯向州宗观的职务。 那杨坚这是什么意思啊? 这其实是跟玉池炯摊牌啊。 那我知道你是一个厉害角色。 你要是愿意服从我, 你就乖乖的到京师来, 以后的事情咱们再处置啊。 你要是不服从我, 我派去的伟孝宽也不是好惹的。 反正你来与不来, 我都已经把你的权力给剥夺了。 你不再是向州宗观了。 那玉池炯什么反应啊? 玉池炯本来就对杨坚执政不愤的。 现在想哦, 我还没动你呢, 你先来夺我的权力了。 那还不得造反呢? 所以磨刀祸祸就准备造反。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, 造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大事。 不能是说打就打的。 在准备好之前, 玉池炯绝对不会贸然行动。 所以他虽然心里头已经打定主意开战了, 但是表面上还是服从了杨坚的安排。 杨坚不是派伟孝官到向州去接替他的总管职务吗? 他就派人去迎接韦晓宽了。 派谁去呢? 他派了他的一个心腹叫贺兰贵去迎接韦晓宽。 那么两个人就在朝阁,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旗县就遇上了。 贺兰贵就接到了韦晓宽。 韦晓宽那是一个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。 跟贺兰贵聊了一会儿天, 他就发现了, 这里头有变数。 玉池炯那边恐怕没言好心。 自己要是贸然前往的话, 没准一到那儿就被记了旗了。 怎么办呢? 不能够, 直接了当的就去。 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称病了。 他说我七十多岁了, 一路风尘鞭驳, 我到那儿感觉很不舒服, 我得慢慢的走了。 自己在这儿放慢了速度了, 进一步退两步, 走得比爬得还慢, 往前走。 与此同时, 他就先派自己的手下以求医问药为名, 到向州城里打探消息去。 这样两个方案, 谨慎的往前走, 谨慎的往前走也还是往前走啊。 又过了几天, 到了汤银了, 就是今天荷兰的汤银。 到这儿呢, 又遇到玉池银派来的第二波迎接使者了。 这第二个迎接的使者是谁呢? 这个人名字叫伟义, 就是伟孝宽的侄子。 他虽然是伟孝宽的侄子, 但在政治上, 那是坚定的支持玉池银。 也正因为如此, 玉池银才让他来接伟孝宽, 那是麻痹伟孝宽的意思。 那伟孝宽跟侄子一息长谈, 又发现了这侄子跟自己一句实话都没有。 那伟孝宽可生气了, 对侄子大吼一声, 你小子居然敢心向外人, 拉出去给我斩了。 那我们知道古代叔叔对侄子是很有权威的, 再说, 伟孝宽又是一个另行禁止的老将军, 所以一听他说把自己给斩了, 伟义吓坏了。 普通医生跪倒在地上求饶, 说我是刚才是骗您了, 是不应该这样做, 那我现在说实话, 实话是什么呢? 实话是玉池银那边确实是想造反, 而且就等着我把您给框进城里去。 好, 那伟义这么一交代, 就证实了伟孝宽此前的猜测了, 那这一下向周城是绝对不争去了, 去了就是找死, 就是往老虎嘴里去塞脑袋, 那个不行, 自己得赶紧跑, 自己要跑, 而且还得尽快通知朝铁, 那这样一来呢, 这个伟孝宽就裹挟着自己的侄子, 伟义跑, 往西跑, 不过我们知道啊, 伟孝宽那是战神级别的人物, 关键时刻是一丝不乱的, 别看他是往西跑, 他可不是一位傻跑, 他怎么跑呢? 每经过一个驿站, 他就交代给一族两件事, 第一件事, 所有的马都交给我, 我以国家名义征用了, 一匹都不登留, 第二件事, 赶紧集权益战之力, 去, 找鸡找羊, 好酒好菜都准备好了, 为什么呢? 说蜀国公御池炯过一会儿, 马上要派人来, 什么意思? 伟孝宽那是干什么呢? 他是防范御池炯追他呢, 他这防范对不对? 防范的非常到位, 果然没过多久, 御池炯就派了几百个骑兵杀下来了, 一看伟孝宽一跑了, 他得追啊, 想在半路截杀他们呢, 可是呢, 他们也得走驿站呢, 每到一个驿站得换马吧, 一问, 马没有, 一匹都没有, 但是呢, 一桌又一桌的好酒好菜在这摆着, 追兵也是人呢, 一看好酒好菜很开心, 既然马也换不到, 先吃顿饭再说吧, 这么一吃饭, 时间不就耽搁过去了吗? 他们离伟孝宽就越来越远了, 伟孝宽呢, 就成功的逃脱了, 那伟孝宽平安脱险, 朝廷那边也就接到了御池炯, 马上要造反的消息了, 那杨坚接到御池炯要造反的消息, 他是什么表现的? 应该说呀, 这件事是早在杨坚意料之中的, 他逼他也是知道他要造反, 那怎么解决呢? 杨坚一开始也想智取, 所以杨坚那时候就赶紧派了一个使者, 去到向州了, 然后跟御池炯讲啊, 说呢, 这个杨公啊, 随国公杨坚, 他没有这个谋权篡位的意思, 他只是暂时辅佐, 国政罢了, 请这个御池公呢, 不要激动, 放心, 这是明面上的工作, 但是暗中的工作呀, 杨坚就让这个使者去跟御池炯的副手去勾连去了, 想要跟副手搞一个政变, 把御池炯干掉算了, 可是御池炯是傻子吗? 70多岁的老将军, 什么没有见过, 什么没有经过, 什么不会想到啊, 他早就想到朝廷来这一套了, 严密监控着呢, 所以马上就抓住了朝廷的使者和自己副手勾连的证据, 一生气, 把这两个人就都给杀了, 那么杀了朝廷的使者, 其实就等于和朝廷宣战了, 那就这样, 就在580年的6月10日, 御池炯就率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了, 紧接着7月25日, 云州总管司马骁难起兵响应, 8月7日, 益州总管王谦起兵,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州三总管之难, 那我们说过呀, 这三个总管都是十全派人物, 他们一造反, 大半个北州其实就都被裹挟进来了, 其中御池炯占据的是什么呀, 今天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, 这样的一些地盘, 那么司马骁难呢, 司马骁难占据的是现在的湖北, 那王谦占据的是今天的四川,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 他是整个把北州的核心地区关中给围起来了, 那人家打了, 杨坚那边怎么办呢, 那只能是英战吧, 这边是三宗管起兵, 那边呢,杨坚就派了三个行军元帅去迎战了, 都是谁呢, 其中啊, 就派韦孝宽讨伐这个玉池炯, 然后老陈梁锐讨伐王谦, 王仪呢, 则是讨伐司马肖南, 他也安排了三个江, 那现在呢,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了, 杨坚他想要平定三方叛乱, 是容易还是不容易, 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, 为什么, 不算正面交锋, 已经有三大困难摆在杨坚面前了, 那哪三大困难, 第一大困难, 如何赢得北州元老众臣的支持, 杨坚和三宗管交难, 三宗管其实都是元老众臣, 那这时候谁赢谁输, 其实就取决于其他元老众臣的支持, 其他元老众臣的态度, 什么意思, 其他元老众臣要是支持三宗管, 三宗管的胜算就大, 其他元老众臣支持杨坚, 杨坚的胜算就大, 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, 那在当时呢, 元老众臣中有一个代表人物, 叫做李慕, 李慕的态度就特别有意义了, 这李慕又是何许人, 李慕呢, 他是西魏北州的开创者之一, 而且还是北州的实际创始人, 宇文泰的救命恩人, 怎么回事, 当年宇文泰那时期不是爱西魏和东魏在那打仗的吗, 有一次呢, 宇文泰带兵和东魏交战, 忽然在阵前, 马师前提, 从马背上就摔下来了, 宇文泰从马背上摔下来了, 那边东魏的士兵可就冲上来了, 要杀他, 正在最紧要关头, 李慕出现了, 李慕出现了干什么, 一鞭子就抽到了宇文泰身上, 然后就骂他, 笨蛋, 连马都不会骑吧, 接着呢, 把自己的副驾, 也就是备用马, 就打到了宇文泰身边, 宇文泰这时候抓起这个马, 跳上去就跑了, 那北这个东魏那边的追兵一看, 李慕都能打这个人, 感觉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小喽啰, 所以也没有认真追, 就这样宇文泰才逃得一条性命, 回去之后啊, 那对李慕别提多感激了, 李慕不是给他一匹马吗, 回去之后, 宇文泰把自己御马厩里的所有马, 都赏给李慕了, 那在于车中起兵的时候, 李慕是什么身份, 李慕当时是宾州总管, 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, 那我们一听可能也有印象, 这是当年北齐的陪独所在地, 位置也相当重要, 因为他就夹在玉池炯的势力, 和朝廷的势力之间嘛, 他要是挺玉池炯, 玉池炯势力大增, 然后就可以过来了, 他如果支持朝廷, 那对玉池炯是重大大击, 李慕当时到底支持谁, 李慕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支持玉池炯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们俩年龄相当, 李慕当时也是七十多岁, 那是一起打过仗, 流过血, 这么多年风雨同舟的战斗情谊, 这个是很重的情谊, 我们今天也知道, 战友的感情是不一般的, 那杨坚算什么呀, 杨坚是后辈呀, 是没有这个交情的, 这是第一点, 第二点, 这个玉池炯也很聪明啊, 他刚一起兵, 马上就派使者去联络李慕了, 跟李慕说的非常好, 以后我们共图大事, 那玉池炯的使者一到, 李慕的侄子和儿子都劝李慕, 跟着玉池炯走, 那如果李慕跟着玉池炯走, 杨坚这就大麻烦了, 怎么办, 就在这关键时刻, 杨坚的使者也到了, 杨坚的使者叫什么名字, 杨坚的使者叫柳囚, 是一个著名的说客, 不过杨坚也知道, 柳囚就算再有口才, 也只能做到以李夫人, 可是要想真正说服一个人, 光以李夫人不行, 还得以情动人, 那怎么讲情呢, 把柳囚派来之后, 紧接着杨坚又派来一个人, 这个人是谁, 李慕的儿子, 名字叫李魂, 当时是在京师担任素卫, 也就是说本来就在杨坚手底下干的, 现在杨坚把李魂派来, 让他劝说他爸爸, 那可能我们不明白了, 李魂来有什么用啊, 他有用了, 因为按照人的思维常理啊, 你要想锁定一个人的爸爸, 那就先锁定他的儿子, 父子情深嘛, 你把他儿子扣下, 他爸爸为了儿子的利益, 可能就被迫跟你走啊, 可是呢, 人家杨坚反其道而行之, 你儿子本来在我手下, 我不扣住他, 相反, 我把他派回你身边去, 这叫什么呀, 这叫赤诚相待呀, 充分释放诚意, 这就是疫情动人。 李牧对于杨坚和玉枝炯来说, 就是一枚重要的棋子, 他倾向于谁, 谁胜算的把握就比较大, 因此双方都争相拉拢李牧, 玉枝炯占有感情优势, 杨坚也以轻动人,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 李牧会倾心于谁呢, 他是怎么考虑的呢? 我觉得李牧至少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, 第一方面, 杨坚可是邪天子以令独猴, 跟他作对, 其实就是跟朝廷作对, 这个在政治上是不占优势, 这是第一点, 第二点, 就算自己支持玉池炯, 玉池炯最后也赢了, 那自己的位置是什么? 那不是还是给玉池炯打工吗? 跟现在的位置没有变化呀, 冒那么大的钱, 费那么大的劲, 最后得一个和现在一样的局面, 他图什么呀? 第三点, 杨坚能够对自己做到这样, 人至义尽, 可见是个办大事的人, 这样的人没准就能成, 所以还不如跟着杨坚, 就这样, 这个李牧做了一个决定, 追随杨坚, 怎么表态, 怎么表现才叫追随杨坚, 杨坚不是把他儿子李魂给派到他身边了吗? 他又把李魂给打发回去了, 你还是跟着丞相吧, 但不是光深一个人回去的, 他让李魂帮他烧了一把运斗给杨坚, 运斗有什么用? 运斗有含义, 他说我希望杨坚以后欲贴天下呀, 而且运斗是一个小礼物, 还有重礼在后头呢, 还带什么呢? 带了一个十三环的金腰带给杨坚, 十三环金腰带, 大家先不要想他分量, 黄金有多少分量在当时不重要, 重要的是十三环的金腰带, 当时是天子专用款式, 李牧把这个东西给杨坚, 用意很明显, 我不仅支持你现在当权臣, 我还支持你以后当皇帝, 那李牧这么一表态, 杨坚这边可是非常振奋, 为什么? 第一, 李牧全家都是将军, 他这么一加盟, 杨坚那边军事实力蹭的一下子上去不少, 第二, 李牧他的政治影响力大呀, 他是全国的风向标啊, 他这么一加盟, 非常多的北周元老众臣, 就纷纷投靠杨坚了, 杨坚的政治实力一下子也提高了很多, 这是第一个大的麻烦解决了, 接着第二个大的麻烦, 什么麻烦? 如何安定前线军心的麻烦? 刚刚摆平李牧, 李牧不是让自己的子侄都追随杨坚了吗? 很快, 李牧的侄子就从前线给杨坚发来密报了, 说的, 韦孝宽将军手下有三员大将, 一个叫梁世燕, 一个叫宇文新, 还有一个叫崔鸿杜, 这三个人私下收受了玉池炯那边的贿赂, 什么意思? 三个前线将领立场不稳, 很可能振前倒戈, 而且这还不算, 更糟糕的是, 韦孝宽这时候还生病了, 病在床上, 只靠那些伺候他的妇女对外联络喘话, 根本控制不了局势, 这一下子杨坚可是招了打击了, 那赶紧把自己的心腹刘坊和正义给叫来了, 咱们得商量商量了, 出大事了, 怎么办呢? 刘坊正义他出了一个主意, 说赶紧派三个将军去替换那三个将军吧, 那三个不忠诚, 咱们换三个忠诚的去, 杨坚一听有道理啊, 那就派三个人去吧, 就开始找将军了, 他这个风一放出去, 马上有一个人来劝他来了, 谁呢? 李德林,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, 劝杨坚当大丞相, 不要当中宰那个人, 他怎么劝杨坚? 他说呀, 您虽然邪天子以令诸侯, 但是就本来身份地位而言, 和前线这些将领没什么区别, 他们本来也没有义务忠诚于您, 现在您说前线这三个人不忠诚, 您能保证再派三个去就能忠诚吗? 第一点, 不能保证, 第二点, 说呀, 啊, 所谓收受敌方贿赂, 这是一件虚实难辨的事情啊, 如果现在派人去追究, 很可能造成这三个将领畏罪投敌, 这样一个后果, 而且您这么一追究, 上自为孝宽将军, 下制普通士族, 谁不惶惶难安呢? 这不是自己扰乱军心吗? 第三方面, 临阵换将自古是兵家大计, 前朝因为这事败王的多了去了, 请您千万不要重蹈覆车, 把这三个理由一说呀, 杨坚出了一身冷汗, 赶紧道谢, 说没有先生, 我几乎犯了大错, 可是先生啊,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? 难道他们在那收受贿赂, 我就听之认之不成? 这时候李德林又说了, 与其派将军去, 您不如派一个监军去, 您派一个自己的心腹, 那他到那儿就等于您的一只眼睛在那儿, 那谁还敢乱动啊? 另外呢, 这个人必须有智谋, 不要让别人给涮进去。 好, 杨坚一听, 佩服的五体投地, 马上不找将军, 找监军了。 那杨坚一想, 自己知道的人理, 谁又是心腹又有智谋啊? 一想啊, 还得想到刘坊和正义啊, 这两个人都能发动政变, 那肯定有智谋啊, 再说了, 就是他们让自己当的辅政大臣, 现在出了事了, 他们不兜着谁兜着呀, 找去了, 结果呀, 刘坊正义别看搞阴谋诡计可以, 他实际一听上前线, 吓怕了, 先找刘坊, 刘坊说呀, 我倒真愿意去, 可是呢, 此前我从来没有带过兵, 打过仗, 上过前线, 我怕办不成您的事啊, 万一给您办砸了呢,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, 刘坊不行, 再叫正义吧, 正义听呢, 也很为难, 说我也很愿意帮您的忙, 我也上过前线, 带过兵, 打过仗, 可是啊, 我有老母在堂啊, 请您成全我的一片孝心, 也不去, 那一看这两个人关键时刻掉链子呀, 杨坚真是气坏了, 正在为难的时候, 有一个人主动请英来了, 谁呢, 丞相府的陆氏, 也就是管家高炯, 高炯又是何许人, 高炯我们以后要反反复复提到这个了不起的名字, 这个人过去的出身, 他是杨坚的岳父, 独孤信的手下, 当年独孤信不是在云户专权时期, 被逼自杀吗, 树倒胡孙散呢, 他的其他的那些手下就都跑了, 不露面了, 只有高炯啊, 不这么欺言覆世, 照样和独孤信的小女儿, 独孤家罗来往, 独孤家罗那是杨坚的夫人呢, 所以杨坚夫妇也是非常的感动, 疾风之尽草, 板荡石成尘呢, 对高炯很看重, 杨坚刚一辅证, 就派人找到高炯, 跟他说, 我想和你共吐大事, 高炯当时也允诺了, 而且还说了这么一句话, 这么意思, 我死活跟你干了, 就算是你以后这事儿, 不成, 我灭族都心甘情愿, 就这样呢, 高炯到了前线监军, 也确实像李德林预测的这样, 军心很快安定下来了, 那高炯呢, 也就借势留在了军中, 没有回到长安, 给韦孝宽直接当了政委了, 那这样呢, 第二个困难就解决了, 第三个困难, 如何避免第三方势力趁火打击, 什么叫第三方势力, 杨坚和三总管作战, 这是交战方, 第三方是谁, 第三方就是北州的周边政权了, 当时北州是北有突厥, 南有陈朝, 玉池炯一起兵, 第一件事就是北街突厥, 南连陈朝, 而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南方的陈朝, 去给人家当了人质了, 换取出兵了, 当然这是玉池炯, 司马肖难更不像话, 司马肖难直接就投降了陈朝了, 而且还接受了陈朝的一个封号, 叫什么呢, 叫隋国公, 杨坚是北州的隋国公, 司马肖难是陈朝的隋国公, 俩隋国公打起来了, 那这样一来就等于, 把这个突厥和陈朝都卷入战争了, 这还不算, 当时啊, 北州在湖北的江陵, 还有一个附属国, 叫后梁, 就是梁朝的后裔建立起来的, 他们呢, 也想趁乱复国, 那我们想本来三宗官已经让人够头疼的了, 再加上突厥, 后梁和陈朝, 这不更麻烦了吗, 怎么办, 杨坚这时候啊, 就个个击破呀, 怎么对付突厥, 啊, 北州不是要和突厥和亲吗, 已经许嫁千金公主了, 只是后来变故丛生, 所以呢, 千金公主一直就没有认真上路, 那这时候, 杨坚决定, 渐行和北州已有的盟约, 真正去发嫁千金公主, 你们要人, 我跟你送去, 我们维持传统友谊, 突厥不惨战了, 好, 再看后梁, 后梁想复国呀, 可是他就, 当时梁国君主对我是热情款待, 让我感佩于心, 念念不忘啊, 那现在呢, 我们的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了, 我们天子年幼, 时局不稳, 我呢, 受先帝的固托, 只能出来主持局面, 贵国君主, 几代都忠于朝廷, 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, 珍惜传统友谊, 不要做那种亲者痛, 而愁者快的事情, 好, 这是一番外交辞令, 有没有, 有, 表面上看起来很客气, 但是透着威胁呢, 如果你关键时刻, 有什么不好的举动的话, 我们以前的传统友谊, 就一笔勾销了, 以后我缓过劲来, 我先收拾你, 好, 听杨坚这么一说, 柳庄回去复命了, 跟自己的啊, 这个君主讲啊, 杨坚不是好惹的, 我们呢, 还是安分点的, 后梁不参战了, 那陈朝呢, 陈朝那是北州的宿敌了, 不是说你说两句外交辞令就能解决, 只能立足于打, 怎么打, 先发之人, 主动打, 压着陈朝打, 一开始就压住陈朝的火力, 让他没有更多的力量, 去帮助这三宗管, 那就这样呢, 这个所谓正面战场以外的干扰, 就让杨坚给初步解决, 那么杨坚这争否打赢呢, 请看下集, 杨坚矫照当上扶政大臣后, 激起了以御池炯为代表的北州三个总管的反叛, 杨坚和三总管打仗,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较量呢, 杨坚如何化解这次危难呢,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,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, 大随风云上部第九集, 平定三方。